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人与人间的交往 多一份互相体谅 多一份宽容相待 于是自己的德行就会提升 心灵将会变得坦然 处事态度也将更为豁达 宽以待人方能化解内心利器 让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 成为更好的人 这就是说 以责备别人的心态责备自己 以宽恕自己的心态来宽恕别人 在他人稍有过失时 不去苛求 是高素质 高品质的体现 所谓言于律己 宽以待人 始终是能指导人生活做事的俊勇良言 做人时保持宽厚温和 宽容他人 非原则性的过失 自然也能得到生活的宽带 春秋时秦木工就曾因为容人之失 得到了超出想象的报场 秦木工的一匹梁马 被旗下的乡下人们捕捉 偷着宰杀分吃了 秦国的官吏抓住这些人 正等着进行处置 知道了这件事的秦木工说 不能为了一头畜生的损失 就去刑罚损伤三百多人的身体 听说吃了好马的肉 而不佐久 对身体不好 赐他们酒喝 然后全放了吧 后来秦晋两国在韩元发生战争 这次被释放的三百乡民听闻消息 全都自愿奔赴战场 秦木工的战车陷入重围之时 正是这群人为了报答他的恩情 硬生生杀开一条血路 将他从晋国军队的包围中拯救出来 如果秦木工斤斤计较 没有容人之失的宽容度量 韩元之战中也就失去了见回一命的机会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每个人都会犯一些非原则性的错误 在这种时候 不如体谅他人 得饶人处且饶人 今日容人之过 明日 他人在这些时候对你建立起的感激和信任 将会在困窘之时成为得到的帮助 他日的雪中送炭正是得益于今时的容人之心 宽人言己 孔圣人有话曰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做人最忌讳的是宽对己 言待人 但站在自己的立场和思考事情时 也要将立场翻转过来 要实时记得将立场翻转看事情 不仅要对他人宽容几分 也要加强对自己的约束 佛经上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罗沙魔女 生养孩子五百个 最喜爱的滋补品就是人间孩子柔嫩的血肉 被称作九子鬼母 恐怖至极 为祸一方 佛祖于是施展神通 抱走了他一个孩子藏了起来 鬼母数一数他的孩子 发现少一个 顿时心急如粉 哀嚎着四处寻找 当他便寻不着 痛哭流涕之时 佛陀抱着他的孩子回到了身边 鬼母见了佛祖 当时跪在地上 祈求佛祖归还他的孩子 没有了我的孩子 就像是从心里弯下一块肉啊 佛祖问他 你有五百个孩子 丢失一个 伤且如此痛苦 被你吃掉的小孩 他们的父母只有一个孩子 心里又会怎么想 鬼母自此开悟 从此再不吃小孩 投入佛祖坐下 将心比心 就能明白别人的感受 人心都是肉掌的 世间的悲欢原本相通 会让自己感到不快 觉得痛苦的是 不要对他人做 对他人多一份宽容 对自己则应当提高要求 人总是有着苛求他人 而放纵自己的本能 对他人的一些小错 鸡蛋里挑骨头 却对自己的过失视而不见 这样双重标准 对人对视 其实愚人无异 总会招致不愉快 愚己也实在有害 最后只会使自己惯于犯错 干于堕落 将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的精神 贯彻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之中 如此日久 身边的人际关系 就会变得温馨随和 使人心灵宁静 生活的步调自然安稳踏实 宽者为善 循子言 君子贤而能容罢 知而能容鱼 博而能容浅 翠而能容杂 此话是在讲君子贤能 而能容纳无能的人 聪明而能容纳愚昧的人 知识渊博而能容纳 孤乐寡文的人 道德纯洁而能容纳品行博杂的人 真正的君子 不会对他人动则施以颜色 宽容者当与人为善 著名演员吴京曾被一部分网民厌恶 他们将他的照片 剧情截图制作成羞辱心智的表情包 四处传播 面对他人汹涌的恶意 吴京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与善意 在了解情况后 他不卑不亢地给出回应 表示了对大家的理解 甚至自己使用起自己照片制作的表情包 惊讶于他的宽和 不少起初态度尖锐的人逐渐放下成见 开始了解他的生平 表情包的流传也从恶意嘲弄 变为了相当中性 甚至带有喜爱意味的图片 他所表现出的不计较 不值恶意 以善事人 这才正是宽容的最高境界 宽容是向世界敞开自己 对人们宽容是给予 是展开自己 而善良的人正是在明白世界的模样之后 仍旧愿意敞开怀抱拥抱世界的人 即使说宽容的最高境界正是善良 孟子有云 与人为善 与己为善 与人有路 与己有退 一个宽容大度 与人为善的人 能化干戈为玉帛 能将摩擦举语 消弭于无形 为人留余地 给自己也带来方便 在为人处事中坚持与人为善 营造出的 正是能让大家都感到轻松舒适 行事顺畅的不二法门 古语常说 处事让一步为高 待人宽一步是福 宽容待人者 福则自然胜后 正如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所说 宽容就像天上的细雨 滋润着大地 他赐福于宽容的人 也赐福于被宽容的人 宽容的精神给人退路 也予己方便 以宽容之心对待生活中 遇到的人与世 许多烦恼都能被抹除 人人秉持宽容之心 以妥贴的方式为人处事 那么周围的整个环境 都会因此变得轻松和谐 拥有至宽至广 包容万物的心灵 方能得到海阔天空的人生 宽人大度 人生自开扶原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